要是新闻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记者马文嘉 现在呢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时期的特殊的故事 一位大连的小伙儿 本来呢计划要去一趟长沙 但是呢阴差阳错呢 他却来到了武汉 那么到达武汉之后呢 他呢又变身成为了一名在医院的工作人员 那么他的这个相关的奇遇呢 到底背后是怎么回事 我们马上来连线这位小伙儿 来听他讲一讲这个背后的故事 文强你好 你好 那么刚才其实我们很多网友都特别关注你的故事 或者很多人已经在网上看到了你的故事 关键词呢可能就是大连小伙儿误入武汉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误入到底是怎么来到了武汉的 就是我的最终目的地呢 我的目的地是要去到长沙的 然后我是买的到岳阳东的车票 然后我从岳阳东车票下去 我准备从岳阳东的车站下去以后 跟我的师傅会合我们俩一起去长沙 然后呢我是八点多钟的时候 从上海上的高铁 然后因为早上的时候也没有吃饭 然后正午的时候我就到九号餐车去买的一份盒饭 然后我就就近了 在八号车下我就坐下在那吃饭 然后呢就是到下午的一点多钟 两点左右吧这样的时间 然后车停了 但是我觉得是时间点 因为我到岳阳东的车票应该是两点半到三点之间能到吧 然后这个时间点我觉得不对 我往窗外看 好像就能看到那个窗外面 那个站牌显示是武汉站 但当时我知道武汉站是什么情况 我知道武汉是什么情况 然后我看大家都纷纷开始穿衣服下车 然后我心里也没想太多 当时没什么感觉 那我不下车就可以了吧 然后后来都走的差不多 都走光差不多的时候 只剩下很少的人了 然后列车员就过来说 我也得下车 那我说我没到车站 我到的是岳阳东的站 然后现在没到站 没什么要让我们下车 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在这个车厢里 我说我买了盒饭以后 我就在这吃一下 我就在这坐 我没有回去了 他说这个车厢 都是准备从这下车的 然后他就请我也下去 但是态度没有非常强硬 就是请我下去 当时我也没有反应太多 我就感觉不要跟人家争吵了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新闻说 电视员或者是保安 不让金飞要进一年 而争吵起来打起来 也有我不想太多的麻烦 那我就想那能下车 就肯定能上来吧 那我再下车再买一张可以上车的车票 我就可以走了吧 就这样勿打勿打在武汉下车 当时您也说到了下车的这样的一个经过 那么下了车之后 当时站在站台上 您当时想的是什么 当时想我没买车票啊 我应该买到下一站御洋中的车票嘛 然后我就到那个车站的 从车站下去以后吧 他就到了一楼那个售票打厅 然后我到一楼售票打厅才发现 一个人都没有 是买不了票的 我当时确实就已经慌了 就是完全跟我想的不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想办法 对不对 可能就网友说的 打了引号的神操作 是不是就开始了 对 就是接下来的一系列操作 就是上网订票 上网搜酒店 搜酒店 然后叫车 然后搜志愿者 然后在通常上搜 我到通常上 志愿者呢 我是想让志愿者来帮我 我并没有想去当志愿者 但是我搜完那个志愿者以后 下面就是 那已经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我找 就是找酒店 找滴滴 叫车 叫网约车 已经找了很长时间了 然后后来我就搜到想起来志愿者 那志愿者 我搜完以后 我发现就是 网上没有真正能联系到志愿者的方式 然后呢 我搜志愿者呢 下面就泵出来 几条连接 就是你可以做 就是去医院打工 然后但是包尸包住 我就被这四个字吸引了 因为已经很晚了 那时候就包尸包住嘛 我就想那今晚不能让自己流浪街头嘛 就这样就是打了电话 打了电话 然后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然后你发现对方其实是可以来接你的 所以你就看到了一点曙光 是不是 对前两个电话也是不能不可以来接我的 我打前两个电话的时候 一个是在清口区 好像还是青山区的一个保安的电话 他们是接不了的 离武汉站太远了 然后我打了一个就是 城市消毒的工作的电话 然后他们也是来接不了的 就是他们的要求是必须的 个人带死的 但我没有车在武汉的 第三个电话才是这个武汉市第一医院的电话 其实可能很多网友都会觉得 当时的武汉 尤其是医院 可能不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可能很多人不会选择在医院里面去工作 那么你当时的心情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接到这个电话表示可以的时候 其实吧 当时我 我是被他下面那个包尸包住的四个字吸引了 然后我当时我也没想着就是 一定要在这个医院就是坐下去 我当时想的是就是我还有机会出去 我就找一个就是能包尸包住的地方 然后我继续联络我出去的方式 我给我那个我的就是我的师傅打电话 我说你能不能就是进来接我 他也在外面包我努力 我也在里面找办法 因为前两天我一直是没放弃这个想法 我认为我都能走的 然后我到这个到这个医院呢 我就是想我在这医院就是工作两天 然后呢我找到离开的方式我就走 我没想着在这一直坐下去 那么后来呢 其实我们看到挺多你在医院里面工作的照片的 我也给大家看一下 你能看到吗 是一张你拿拖把的一张照片 对对对特地的时候 可能很多网友也都见过 然后很强的这样照片 这可能是后来你的一个工作状态 那么说到了就是是什么 让你最后决定在那里继续坐下去 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一直没有想 当时就一直没有放弃说 我打算在这个医院坐下去 我一直没有放弃 就是我一直在找能离开武汉的方式方法 但是也没找到 后来在这个医院呢 我也没打算就是一直坐下去 我想的是也确实医院我也知道很危险嘛 然后我就想要不换工作也可以 但是我就在从网上搜那个 就是找其他的工作 我发现从这走 如果从这走的话 到别的地方招人的地方 也是医院的工作 其实没有别的地方在招人的那时候 所以后来你可能做的时间长了 然后在那里面 是不是跟那里的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 也有一些发生了一些很难忘的事呢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啊 就是比如说我跟医护人员吧 就是我们那个病区的医护人员 我进病房的第二天 然后我因为当时物资比较紧缺吧 然后我的防护服也小 手套也是小号的 没有大号的 确实紧缺那时候 但现在好多了 那时候吧 然后我进病房以后 因为我要工作 因为我的动作幅度比较大 我的手套和那个防护服之间就崩开了 就是等于我的手腕这块的皮肤 是暴露在空气中的 我当时就特别害怕 因为我就感觉我一定会被感染 我肯定跑不掉了 然后呢 我当时也慌 我就去找个护士长 那护士长当时就给我紧急的处理这些 然后又找了一副手套给我戴上 当然我就 在我心里可能 当时我是非常感谢他 他也安慰我 没事没事 做好消毒就没事 那我就认为这个事已经过去了 当天下午的时候 他也不给我戴了一副手套 然后呢 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我又遇见了他又给我拿了一副 并且告诉我说 其实我们医院的物资也紧缺 但是我看着你就是太危险了 那我在更衣间给你准备了五副手套 你在以后工作的时候你就去拿 真的就让我特别感动 我那时我跟他没有任何交集之前 我也不认识他 但是就很小的一件事 如果普通人和人家讲 我帮你找了第一副 你再来找我要第二副的时候 我可能才给你准备 我不会去主动来这样 但是他非常主动 让我特别感动 就那时候我身边没有任何亲戚朋友 就哪怕一丝丝的 就是对我的那种好 我都感觉是太感动了 确实是 包括其实很多网友都看过这样的一张照片 这么写的 大连小伙等候处 九楼女神守护者 如有须朝臂回 请喊大连 当时是怎么写的 想到写这样的一个 这个字贴贴到这个墙上呢 就是上面的两行字是我写的 是我写的然后贴上去的 因为当时就是大家都穿着防务服 也没有说就是就是他们也没有人就是太认识我嘛 我们也不熟 然后经常就会找不到我 做就是打扫卫生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不到我 然后也不知道也没有了我们就是固定的那个地方在这坐着休息 然后呢 然后我就想到你经常找不到我嘛 找到我又有急事的时候 我就在前我就贴张纸 我就说就是就是大连小伙等候出前两句话 然后后面那些就是故事们 就是就是我今天去看了加了一笔 我特别佩服他们就是我感觉吧 嗯他们才是震撼 他们比比就是在我看来他们是太伟大的 就是在我看来就是比一些一些很危险的动作 就是我认为那种是百分之百要被感染的那种动作 在他们他们他们做起来都很很淡定很平静 没有意思的那种就是紧张啊或者是害怕那种感觉没有 他们特别利益 信号可能现在有一点不好啊 但是我刚才听到你说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你觉得他们做的这些动作让你觉得很震撼啊 嗯你觉得他们很不容易 嗯对他们真的很勇敢 嗯确实是啊 其实我们挺多网友都特别想知道啊 就是当时你在第一次穿上防护服的时候 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第一次穿防护服的时候因为我不会穿 是是医院的督导老师 辅助我帮我把衣服穿上的 然后呢穿上以后呢 我总感觉只要我身体有一丝露空气的地方 就是能进空气的地方 那都是容易被那都是很一定被感染 嗯我就用那个胶带把我身上每一丝都感觉能露空气的地方 全部缠住粘住 嗯 但是就就就就是因为这样 然后我上病房待了两个多小时吧 然后就已经感觉疲困了 不行因为太太太封闭了 太密封了 我把红布镜都粘到了那个那个那个防护服上 嗯 一丝空气都不可 我只待着两个多小时吧 我就坚持不住了 我就出来了 嗯 然后特别紧张那时候 那时候去病房了以后就是 做每一个动作不小心翼翼的 就哪怕就是就从病房出来以后 总是感觉我今天做的工作 会想会想哪些危险 然后就是感觉自己被感染 特别害怕 会会后怕 会去想要会后怕 嗯 对 那么可能现在这样的过程会好很多吧 就是在工作这段时间 现在还会怕吗 现在现在是会怕 但是因为我我就经常问杜导老师和护士和医生 我就问他们就是传播的途径和防护的办法 然后我问了很多很多人 他们都告诉我怎么样该怎么样怎么样做 我现在对自己做得非常好 因为我现在认为自己是绝对安全的 嗯 防护这一切做的是绝对安全的 但是也会有一点后怕 不是说完全不怕 我看之前你在这个关于你的报道里面 写到这样一句话 你曾经说过说你来到这之后 你把之前没有做的家务活 或者是把你做家务活的总量都干完了 你每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状态 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嗯 我每天七点钟的时候就要到医院 然后开始换衣服 穿防护服 然后进病房 开始收拾病人的生活垃圾 然后进行给病人打开水 然后再次拖地 然后房间的消毒 然后护士站的卫生 到中午11点半的时候就下班了 然后下午1点半的时候去上班 收拾病人中午的时候生活垃圾 然后再进行一次消毒 下午的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吧 也打给病人打开水 晚上的工作就是扔掉 所以要医护人员脱下来的防护服 需要我们打包集中处理的去扔掉 对 嗯 其实也跟网友们说一下 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在文强工作的一个间隙 我们本来要跟他沟通一下 后来三点多钟的时候 他说他在工作 然后五点多钟的时候 你说你大概有一个空档 所以我们进行了连线 我刚才还在问他 我说我没有看到你脸上 有防护服的一个压缝 然后文强说是因为关线的原因 其实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其实脸上还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印记 能够看到是带那个 护服镜之后的一个压缝 对 在这儿吗 对 能看到这个印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印 能够感受到 其实每天的工作量和工作节奏 其实还是挺大的 那么和之前相比 这一段时间是不是有一些 让你觉得不太一样的地方 其实还有很明显的变化 就是我自己的变化 就是我感觉 我好像心里里没有害怕这个病 但是我对于这个病来讲 我没有那么害怕 一点一点的变过来了 然后我收获的更多的是 大家对我的帮助 很多人对我的帮助 其实你说的帮助 我看到这个有一张图片 我没看到 我没看懂这个图片下面是什么 但是我能看到上面写的 酒楼大联收 这个纸下面盖着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一些吃的 还有生活用品 是江苏医疗队写的 是江苏医疗队写的是不是 江苏医疗队送给你的 对这个是江苏医疗队送我的 这些东西只是很多帮助我的人当中的一部分 他们每天都会来送给我送食的 就是医疗队队员们其实都在关心你 可能他们也知道你的情况是吧 对对对 确实是 那么文强我想问你 就是可能之前一直是你在扛 但是当你的故事被很多网友关注之后 包括我的同事 包括我们你的故事还上了我们那样式的大屏 朱广泉也给你拍了樱花来给你看 就是现在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大家都在 就是全网络的网友都在关注你的时候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我现在感觉就是更多的人在关心我 在关注我 在帮助我 就是尤其是我们大连当地的交通广播 和我们大连当地的那个 我们大连市的市政委的那个市书记 谈书记嘛 然后听到我这个事以后 就是第一时间来跟我联络 就是要表示说 我在这边太不容易了 要帮助我 还有我们就是我的楼下的哈尔滨的医疗队 还有江苏的医疗队都给我很大的帮助 就是当然当然是当我的事情被大家知道以后 我收获的是更多的帮助 我收获这些帮助的同时吧 让大家给我来送吃的 我就感觉 因为太多太多了 我真的吃不完 我就感觉这些东西我应该 我收到了爱 我也要付出爱 我就把这些东西就分给了其他人 我感觉这样才能把爱传递下去 你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你一直想走 想离开武汉 对 那么现在 你是不是还是一样的想法 如果之前您问我的话 我就是一周之前 你问我 我还是会这样说 我一定要走 我肯定很想走 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了 尤其是我刚开始在衣服上写的大连两个字 我当时我就是想 如果能遇见大连老相是最好的 但是就偏偏因为这两个字 大家都知道我是大连的 而现在大家都知道 都看到我的报道了 那么我觉得我现在代表的 不仅仅是我个人 还有我们大连整个城市的 就是人的精神 对吧 我身上好像多了一点责任 所以说我没有说 我现在没有那种想直接走的想法了 我想等到 最起码也应该等到 我负责的病区的病人 全部好了以后 我完成我的任务 我得回家 你提到了病人 提到了这些患者 可能你每天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很长 那么有没有让你觉得 印象比较深刻的患者 或者是发生在你和患者之间的故事呢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患者 就是我刚进病房 第二天的一个老爷爷 他呢 我刚进病房的时候 他一直在流鼻血 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就在流鼻血 一直在流鼻血 然后当天就流了好多的 就是鼻血 擦的手指都扔在地上 然后故事就让我说 你帮忙处理一下 我说好吧那你来吧 然后我就帮忙处理 树是把那个地上的血擦完以后 我在扫地的时候 老大爷突然把他鼻子上的那个手指拿下来 刚刚沾完血的手指拿下来 就往拉底桶里扔的时候 我一下子扔到我的裤子上 我特别害怕当时 后来当天我没见人说 我就出去了 但是这位老大爷 现在已经完全的就是康复起来 就在等化验结果了 如果化验成结果是两次阴性的话 他就可以出院了 他身体现在非常好 就是这个转变让我觉得非常震惊 因为我来了才20多天吧 20多天了 从一个重症患者到现在 就是就等着结果 就马上就可以去隔离了 我感觉太开心了 因为这个疫情感觉 其实并病院那么可怕 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就是你看到 就是你所负责的病区的患者 一点点他们都在出院 可能你也会觉得特别的开心 确实是 我看有网友在问说 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 可能很多网友都会说 这个小伙子特别的朴实 而且特别有智慧 然后能够把眼前的这些困难 能够化解 还有人家问你说 这一趟在武汉下车 你后悔吗 我不后悔 刚开始的时候我特别后悔 但是现在我不后悔了 因为我在武汉 我也找到了很多朋友 我认识了很多就是我们所称的 我们是生死之交 然后呢 我收获了很多大家对我的爱 同时我也付出了我的爱 要去帮助大家 我感觉这一趟真的 可能是我人生这一辈子 最难忘的一次经历吧 所以你说的生死之交 其实我这还有一张合影 我也想问问你啊 这也是你的朋友们吗 他们是在做什么的 就是这网上面 对他们就是江苏 江苏那个古楼医院的护士 对我们都非常熟 我们都非常熟 可以说是生死之交 对 就是可能在你最难的这段时间 然后跟他们是一起度过的 对 是这样 之前你来过武汉吗 在这次误入之前 对 没有来过 对 我对武汉甚至没有什么了解 我是来到武汉以后 我才知道武达的樱花非常好看 所以我们的周广泉老师也 就是那个片子的结尾 给你拍了一段 那个武达的这个樱花 然后你看完之后 是什么感觉 有没有什么话 然后想对他说 就是朱广泉老师 您给我拍的樱花 我看到了 特别美 谢谢你 那么在这件事之后 等疫情过去 可能第一时间会回家 那么以后还会再选择来武汉吗 我一定会来的 因为我在这边 交到了很多很多朋友 我一定会来到武汉 那么之前我们可能都知道 你误入武汉的这个事 一直没有告诉爸爸妈妈 那么可能现在就是 随着你的这个事 被媒体报道 被网友关注 然后爸爸妈妈现在知道了吗 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是我昨天晚上 昨天下午的时候 我主动打电话告诉我妈的 因为报道的实在太厉害了 然后我觉得实在是瞒不住了 那不如自己坦白从宽吧 老人家是个什么反应 就是我妈妈 就是在我意料之外的淡定 就是很没有说太大的情绪波动 她只是当时 她跟我说 我就觉得你这段时间不太正常 因为你不敢接我的视频 但是她没想太多 我告诉她在武汉的时候 她开始是不相信的 后来我给她看了 朱广泉老师的视频 她才相信我真的在武汉 她很淡定 她只是嘱咐我 就是多多自己 多照顾自己 也注意安全 她也是可能怕我担心吧 然后她没有表现出来 就是太焦虑 太着急的那个样子 所以可能从今天开始 你是不是要和家人每天汇报 你真实的情况了 真实在武汉的一个情况了 对对 我跟我妈妈说 我说妈妈每次我吃饭的时候 我都给你发视频 你看我今天吃的是什么 你也好放心 说到吃 我想问问你 到了武汉之后 你是胖了还是瘦了 我到武汉瘦了13斤 可能是跟每天 这个比较大的工作量有关系 其实我对这个瘦的吧 瘦下来的这个事吧 还挺满意的 我以前180斤 感觉自己很胖 想瘦也瘦不下来 但是到了武汉 做了这个工作以后 真的瘦下来 我还挺开心的这件事 确实是 能不能让我们大家看看你的手 这段时间可能 手最辛苦吧 对手最辛苦 但是我的手现在非常的 就是光滑细腻 戴手套的原因是吧 能看到很亮 能看到很亮 手的皮肤很亮 对对对 就特别光滑细腻 就是跟人的手一样 因为每天都泡在那个手套里 它一直在泡着这个手 可能一天下来 穿着防护服也会出很多汗吧 就是那样的一个工作状态 对对对 每天的里面的衣服都得换 就是进去一次肯定是满身大汗的出来 那么我看有网友在问你说 能够在武汉坚持下来真的不容易 可能这段经历是毕生难忘的一段经历 那么如果这段疫情过去之后 你接下来最想干的事 或者是马上要去做的事是什么 如果疫情过去之后 我第一件事当然是去看真实的影画 然后再回到我们大连 家以后就开始找工作吧 继续我就过我的平淡的生活吧 可能把之前中段的旅程 然后再给它接上是吗 对 确实是 然后其实还想问问你 因为确实 因为现在疫情可能在逐渐的 不像前面那么严重了 病人也陆陆续续的在出院 那么你可能有时间也有精力 能静下心来想 如果让你把你到达武汉这段时间 给你自己一个评价 你会怎么评价 因为网友会给你很多的评价 你自己会怎么评价 你自己在这段时间的表现 我看到网友很多人都评论 我这段经历是汗酒 还有说是恶酒 然后但我对于我自己在评价里来说 我觉得就是难忘 真的就是一辈子都忘不了这段经历 最难忘的是什么呢 就这种逆境中的感受吗 还是大家对你的帮助 还是你在医院里的感受 就是最大最让我难忘就是 大家面对这个疫情的勇气 然后对我的爱 其实我面对这个疫情 我也成长了不少 我感觉我自己的勇气和我的心思想 也得到了就是提升 然后最让我感到成长 最多就是感动我受我的爱 好的 也希望你在一线多多保重 好的 非常感谢文强给我们的连线 辛苦了 不辛苦 再见 再见 好的 各位网友 这就是我们东北小伙的故事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他非常的坚强勇敢 他自己也非常的朴实 他觉得整个的这个经历 带给他最多的是勇敢和爱 那么稍后呢 我们关注的是战役公开课 请大家继续关注